英国首相强身形成满党 先后前往瑞典与芬兰 签订国防和安全合作 重大变化的新宣言 英国政府承诺如果瑞典与芬兰 武装部队面临危机或受到攻击 英国会提供援助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迫使瑞典和芬兰民众重新思考 该如何维护国家安全 两国政府正在就有可能加入北约 进行协调 预计在未来几天内会宣布异象 不过外界也担心 一旦两国宣布要加入北约 俄罗斯可能会采取行动 包含侵犯芬兰的领空 并破坏航运等海上活动 或加强对芬兰的情报行动 不过对此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表示 加入北约不是为了谁 但这一切都是俄罗斯自己造成的 他们准备攻击一旁的国家 所以当你问 而俄罗斯会如此反对芬兰加入北约 就是因为一旦芬兰加入将对普丁揍成重大打败 除了多出额外边界之外 这也象征反普丁联盟的势力更为加强 曾经中立的国家 现在正在向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武器 而普丁的国际盟友日益减少 另外芬兰加入还将扩大北约 在北欧的影响力 一直延伸到北极地区 北极地区因为自然资源 战略位置和多国领土主张 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高 欢迎新闻孙玉玲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